我一定要讓他付出代價 巧玉 他如此傷害你 簡直太過分了 就算為了阿姨和方阿姨 也不能原諒李家 和李莫琛的所作所為 謝謝你 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相信阿姨在天之靈 也是希望你會幸福的 我知道 時候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沈宇船究竟有什麼目的 方摩阿姨又為什麼要裝瘋 這些和李氏到底有什麼關係 還有巧玫 那枚戒指 小心一點 謝謝 你怎麼樣 要不去醫院看一下 不用 這個孩子就不該來 你想把孩子打掉 我能怎麼辦呢 這個孩子的父親不是李莫哲 是一個強尊犯 我絕對不允許他的存在 我沒想到是因為這個問題 老秦 沒事 相信我 我一定會把那個人找出來 讓他受到英雄的懲罰 考慮 沈宇 怎麼了 關於你 來深城之後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突然調查過了 你來深城之後經過的那些地方 確實發生了一些事情 經過調查 李莫琛 所以 完全符合的 只有李莫琛 这些 又是真的吗 是真的 而且 他好像还被人下了什么药物 至于后面的就差不多了 难怪 难怪他一直在找什么人 这是你家找你能量子料理 如果你要想谈离婚的话 勉強 李莫琛 你就是个强奸犯 李莫琛 你这个强奸犯 当初巷子里面揭犯我的人是你 有混蛋 你不相信 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是你的 我們現在就去做鑑定 我們現在就去做鑑定 小姐 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是你的 我們現在就去做鑑定 小姐 我給你怎麼辦最好 如果你想要你母親資料的話 我可以給你 我可以給你 你不需要這樣的 你就是這麼想我的 不要再鬧了好嗎 我不在乎你的過去 但你不要用謊言和家子要來騙我 說到底 你還是不相信我說的話 你找到的那個人 是橋梅吧 橋梅他手上有 既然你相信橋梅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你去找橋梅吧 這個孩子 自己會出來 再給我點時間好不好 李莫柴 要么去做鑑定 要么就讓我走 好 好 好 我給你的 小雨 醫生說你要好好追寫 送我回家吧 不用了 我還有需要嗎 好 時間快到了 上車吧 好 你有小 討厭 难道真是我想错了 如果那个人是乔鱼的话 谢之为能会在乔梅手上 临上你是来看美美的吗 让她出来见我 美美正在休息怀着宝宝 这几天可辛苦了 我再说一遍 让她出来见我 好好丽上你稍等 乔梅 我问你 这枚戒指 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丽少 这枚戒指 不是你送给美美的吗 你怎么忘了呢 对啊丽少 当初还是我救了你呢 要不然 我怎么能怀上您的孩子 你确定这个孩子是我的 是 好 那就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你们要干骗 你 你们乔家的深层会彻底处罪 好 丽少 我跟你做鉴定 这孩子 一定是你的 我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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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少 明明这几天的情况不太稳定 等行员好 再做鉴定也不迟嘛 挺好丽少是不好事 妈 这个怎么办呀 要是被丽少知道我们骗她 觉得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会有办法 你的意思是说 乔鱼怀的才是一模撑的孩子 是 乔鱼她凭什么这么好运啊 鉴定的事情 我会帮你解决的 你先回去吧 鉴定的事 最好能快一点 你在教我做事 不是不是 我没有 事情变得有劲了 事情变得有劲了 丽少 你要的鉴定 孩子是你的 你可以走了 丽少 那 那我走了 乔鱼 又骗我 我 我 你 就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明明就是你 巧语 所以以后有些事情 不要忘了小心 调查清楚 行了 李沫辰 你没看出来现在巧语情绪不对吗 他是我李沫辰的女人 没有什么东西 他是我李沫辰的女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李沫辰 你走吧 离婚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 我们就去明镇局 把深夜杀的手续补完 想一会 对不起啊 我也没有想到 调查会出意外 没关系 这么难就不管你的事 那天在东郊巷口的事情查见证没有 乔梅道你有没有去过哪里啊 乔梅道你有没有去过哪里啊 医生 东郊巷口拉瓶十分的偏僻 没有决定 乔梅小姐拿到您给的机子手出现以后 便没有继续调查 说重点 调查能花钱隐瞒了受负人的重心 为什么会说这么 我讲你们干什么用的啊 啊 乔梅的报告当然是怎么回事 乔梅小姐摆通了经营中心的医生 他和医生一起联手来制作了一份角的精灵报告 其中还有省家人的超市 邵夫人的报告单也被他们做了手脚 省家 是什么该是我 可是这是这个お願いします 楉鹊谭辱 我有点лан John 乔梅小姐 他在你其实kol świat 你 corridor 只有 класс 啊 他在穿过脚 你看我 跟你扯 succeeded 大小許 橋橋 最近還好嗎 葉莫誠 我們什麼時候去離婚 你不離婚了嗎 我知道錯了 再問自己好不好 葉莫誠 能不可能嗎 你不用擔心 就像到處是因為橋梅 他騙了我我才誤會的你 我應該早點認出你呢是我的不對 我們連最基本的信任都沒有 你不信任我我憑什麼要信任你呢 那這樣佳佳 我不求你馬上原諒我 你能不能再給我一次 追求你一切嗎 林伯誠 我還有工作 請你以後別再來打擾我 這樣會讓我很困擾 他就能離婚了 小巧 我聽說 許桃的戲要拍完了 你們是不是有煞青燕啊 我給你們宣傳好不好 不用了 我要找的人已經找到了 紅不紅的 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你要找什麼人啊 林伯誠 我有事跟他说 沈颖纯说我的妈妈去世了 但我在调查相关资料的时候 发现614大案里面 幸存长名单 他还活着 614大案跟丽家 到底有没有关系 614大案跟丽家 到底有没有关系 丽牟诚 我要听实话 我只知道 伯母是沈家的熟悉研究员 他发现了沈家的违法勾当 就被沈家显示了人身自由 在历史的帮助下 伯母自愿把自己的所有研究成果 自愿捐给国家 不过在经历了614大案后 他出现了意外 母亲的行踪 你是说 害我母亲的是沈家人 这件事情 牵连生活 我没有必要骗你 那 那沈宇纯怎么说是 你和沈宇纯 资料 是沈宇纯让你拿的吧 嗯 消息也都是沈宇纯告诉我的 那他有没有伤害你啊 沈家人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很危险 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他前几天带我去见了方萌阿姨 方萌 你有他的下落 你不知道 立家一直在协助寻找方萌的下落 因为他手里 对你母亲留下的重要证据 是接入沈家一切罪行的重要资料 我差一点就相信沈宇纯了 没想到他一直在骗我 看来沈家又要有动作了 我原本以为 沈宇纯没有参与 看来他才有欲望 你和他不是青梅竹马吗 他怎么样你还不了解 瞧瞧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跟他根本就不熟 如果我认识他 我也不可能让他去优乐圈帮你 对吧 话说的好听 我会有行动证明的 我还没原谅你 你都送给乔梅了 我才不要 当我知道乔梅冒充你的时候 我就把戒指要回来了 我不是真心想给他 这东西你拿回去 我不想看到他 晓晓 当初我那么做 是事出有意 我知道 是我混蛋 我留下这枚戒指 就是为了以后方便能找到你 不要再提了 晓晓 你肚子还好吗 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不是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你的吗 你现在那么关心他干什么 晓晓 我已经知道那个检测报告 是乔梅和沈家在背后捣的鬼了 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你和宝宝要好好休息 这件事情交给我 乔梅真是恶心 他想大哄大死 我就帮他一程 一个把消息放进去 我要让他伸来 是 是 妈 妹妹 怎么了 妈 这个怎么办呀 这 妈 这要是被李老爷子知道了 我肯定当不成少奶奶了 妹妹 你先别着急 我们悄悄把孩子先做掉 就算他们调查 也拿不出证据 到时候我们再找沈家帮忙 好 好 大家这个孩子 爷爷 网上的视频又可以解释 到以后我和莫沈结婚 我们还会再生孩子的 是呀老爷子 还好意思出现在我面前 真是恬不知耻 我们立家是绝对不可以要你这种女人做媳妇的 给我滚 爷爷 您还是看一下解释报告的 免得您认错了重新 好好好 好的很 嗯 ha 乐恼 乐恼 我实在是爱你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临绕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还要去跟警察说 啦 只是看欠缺 这些是调查资料 这些调查显示呀 研究员的失踪 跟 m 集团又很大的关系 m 集团的麦尔斯之前一直想拉你都火 这是个好作为呀 我愿意配合组织所有的行动 其实 这次行动有危险 如果 是次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不会轻易改变 主要是你怀孕呢 我怕你出危险 哦对了 我听说你那个妹妹 还有她的妈妈 被栗沫称以故意伤害和诈骗的罪名起诉 乔家 所有的项目都被立甲几虎了 估计啊要不了多久 乔家就会全部破产了 哦 这样 你 还好吧 没事 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丽莫称也无权跟随我的决定 明天我就去M集团报到 别闹 se 盛慈 乔宜被你藏到哪了 吴可奉告 还有 无关人员赶紧从办公室离开了 不然 一介一介话还把你盖上去 盛慈 再问你最后一遍 把乔宜藏到哪了 李沐晨 你真是我见过最禽兽不如的人 你把乔宜害砸了你只会带给你 多不如 保留他自如 申请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警告你 最后林乔宜 那你有什么资格限制我见面 对 我是喜欢乔宜 但至少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是 真是勾然的恶心 这么给别人的妻子 还这么大眼的责任 好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做了杀害乔宜的事情 就不会发过 奉陪到底 把办公室的垃圾 清理干净 小小姐 之前答应给你的福利不变 而且入职后 以你的医学水平 相信可以做手细 麦尔斯先生 很高兴得到您的赏识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贵集团对我的栽培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小主席 我们实在是要来信任了 麻烦您签一下说明 现在这个项目研究的关键时期 怎么这个时候往里塞远 我的团队已经不确认了 您去跟上级汇报一下 小主席 这就是上级的意思 而且人已经到了 您看 上级的意思 项目要是出了问题谁能负责 人呢 我去见一下 人就在门口 是你 乔宇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 你是这里的研究员吗 是 你就是申请加入团队的研究员 是我 只是没想到这么巧 能在这里遇到你 是挺巧 既然你想加入 那欢迎你加入我的团队 神医川 你究竟想干什么 最近研究所里发生了一件 奇怪的事情 实验数据无故丢失 沈研究员 希望你能解释一下 乔宇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 我故意弄丢实验数据吗 经调查 沈宇春利用植物质变 替换掉了应有的实验数据 我提议 研究所开除沈宇春 乔宇 你有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 实验数据都被我记录下来了 当时 我看没有人记录数据 才会帮着记录的 你不能这样指责我 你既然早就有准确的数据 为什么不拿出来 难道就是想赶我走吗 是我要求的 前几日 乔首席找到我 说沈小姐改了实验数据 本想暗中调查 我居然发现 沈小姐不但改了实验数据 还把准确的数据 传递给其他研究所 我们已经拦截了你发出去的所有实验数据 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你们 沈小姐 你需要配合调查 否则 将你你盗取商业机密的罪 起诉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先生 这次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 谢谢你 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合作 如果乔小姐真心要感谢我 不如邀请我贡献 哎你们轻得放过 乔宇约你给我挡着 我绝对不是让你好过的 找我找我找我 别跑啊走快走 啊 小焦 走带你出去 小焦 没事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小焦我 小焦我 我知道你们想见我 但我必须要确保你的安全 小焦 我想你 小焦 你最近出面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我怕有人要陷害你 你回去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出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呢 别死要抱上了快跑 你是谁放开我 你想让我给谁是 好 你 他听到头大后面我上次你就是开始 你的孩子很怕 我要让李莫辰 你让自己竟然觉得痛苦 我都都给我现在掉进去 您在等的 消费人员马上就报 扫我废话 你不想出事你不得了责吗 切得不吃 好 李莫辰我在这李莫辰 小焦 小焦小心 李莫辰 李莫辰 你怎么这么傻 小焦 你没事就好 小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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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小焦 你先把我留在我 一定很疼吧 不疼 一点都不疼 傻瓜 为你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 只要你对不要我就行 我没有不要你 真的吗 你是原谅我了吗 你说呢 我没有不要你 怎么了俏俏 这次实验室爆炸是沈亿纯搞的鬼 他想拉着我一起死 沈家是出什么事了吗 沈家走的生意不干净 事案人杰已经全部复发了 沈家的家主监东上是怕 也跳楼自杀 但是 沈亿纯却下落不明 看来有母集团 和沈家 的确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然不可能沈家在全部落网之后 沈亿纯能以研究员的身份 进入M集团 沈家这次倒台 最后是沈思春的作者的 帮忙也被救了出来 沈家的实验室做人体实验 法律是不可能容领的 我现在怀疑M集团有人是沈亿纯的内用 而且根据我的调查 M集团的确有非法实验 这两者之间肯定有联系 你干嘛去啊 现在养好身体最重要 不行 我怕我妈妈有危险 你不是说一定会帮我摆平的吗 我现在被通缉 你让我怎么办 我一半的财产都可以给你 啊 你擅自制造这场爆炸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要是不管我 我就把你这些罪行都放出来 我现在毁容了 咱们都没想好过 沈亿纯 你本事不小啊 帮你也可以 不过 沈家最后的东西 都给我 到时候你大可以去整容 从此逍遥反弹 最好说到做到 好 小语 你在这里干什么 把手机拿过来 二四 你想做什么 小语 乖乖把手机交出来 否则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否则 你妈男雪莹还在研究所 你可要小心 妈妈 云云抱歉 让你受苦了 没有我不怪你 你 你放心 妈妈家也不会离开你了 你 啊 露嬷 乔乔现在会有声乐 不能太激动 你 你 这 乔乔现在是我的妻子 妈你怎么了 我的音乐长大 妈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也要当妈妈了 以后我们就是个家人了 神医川 神医川 你要怎么样才敢放了我母亲 哈哈哈哈 想救你母亲啊 可以啊 用自己的命来换她的命 如何 好 你放了我母亲 我留下来 不过我要安然无恙的看着我母亲离开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瞧瞧 你冷静 你别伤害她 我来换她 但你不许过去 李莫诚你放开我 你不许过去 快 不要 瞧瞧 不要伤害我吗 不要伤害我 不这下我在 慢慢没事 你先收一把清晨 神医川呢 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以后再给我再被他伤害了 小语 你这正在翻新呢 是啊 莫诚把这收购了 对了 那个M集团呢已经彻底宣布破产了 麦尔斯又已经被判刑了 这件事情 算是原本结束了 是啊 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对了今晚有时间吗 一起 吃个饭吧 你这是 鲜花配美人 送你的 你开不会是想 是 巧语 我喜欢你 我愿意等你和李莫诚离婚 你是认真的 对 我是认真的 不是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 你这么优秀的人 喜欢上你 不是很正常吗 你不听说这变成了 谁听说这变成的 ard 吗 你 你 我 好了 我 你就 我 我 你 我 我 老 我 去 我就和我的夫人收下这段情绪了 不过我的女人 还是不用你来信 小语 如果她对你不好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对了 我还这么懂 不许你看其他那种 好